这个女人或许是世界上最狠心的人 丈夫和五岁的女儿在车祸中当场丧命 她不但没流一滴眼泪 还迅速卖掉了所有家产 搬到市中心开始了新的生活 女儿名叫朱莉 是一名普通的法国主妇 丈夫是享誉世界的知名作曲家 温柔贤惠的她一边操持着家里的大小事物 一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的工作 然而平静的生活 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彻底打破 裹着一身纱布的朱莉 刚从病床上醒来 便得知了丈夫和女儿去世的消息 本以为她会无力承担 但出乎众人意料 没有歇斯底里 没有崩溃大哭 她平静地接受了一切 但这平静的背后 却是万念俱灰的绝望 夜晚她砸碎了走廊的玻璃 将值班护士引到一旁 随后偷偷潜入医护士寻找药品 本以为死亡是最好的解脱 但吞下大把的药片后 她最终还是选择地放弃 她躲在被子里 偷偷观看着丈夫和女儿的追悼会 轻轻抚摸着 屏幕里女儿小小的关就 默默闭上了眼睛 她知道这世上 再无让她留恋之事 牵挂之人 但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她不想与世界产生联系 世界却偏要来打扰她 一个电视台的记者赶来采访 想知道更多 关于她丈夫的名曲 欧洲联合协奏曲背后的故事 这首曲子还未完成 却已经震撼了音乐节 丈夫生前的同事奥利福 也曾联系她 要把关于这首曲子的资料交给她 希望她凭借着对丈夫的了解 完成剩下的部分 但在朱莉看来 人走茶凉 即便完成了曲子 丈夫和孩子 也无法再回到她的身边 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于是 她粗鲁地拒绝着记者的请求 随后又来到丈夫的办公室 不过不是取走资料 而是取走那份未完成的乐谱 随手一扬 扔进了垃圾粉碎机里 如果过去的美好无法复原 那就随着这冰冷的世界 一起毁灭吧 出院后 她回到从前的别墅 回到她最爱的 充满蓝色的房间里 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 钢琴旁还留存着丈夫从前的手稿 她一页一页地翻看着 成段的音符 与空白处忽然断掉 就像戛然而止的人生 片刻后 熟悉的旋律在她的脑海中响起 痛口蔓延开来 周遭坠入一片无边的黑暗中 此后 每次记忆清洗而来 她脑中便响起熟悉的音乐 和无边的黑暗 忽然 房间角落里 传来一阵隐隐的哭声 她寻声走去 白发苍苍的女佣 低声地唾气着 向她倾诉着 对故人的思念 她不动声色地安抚着老人 平静的面容毫无波澜 好像在听一段遥远又陌生的故事 但她伪装的坚强 总有落寞的一刻 夜晚 她在皮包里翻出一支棒棒糖 拿出的一瞬间 蓝色的糖纸 狠狠地刺痛了她的眼睛 那是五岁女儿最爱的东西 从轻轻地舔尸 到疯狂地啃咬 她快速地把整根棒棒糖塞进嘴里 用力地咀嚼着 似乎再多一秒 过去的记忆便会如 洪水猛兽般汹涌而出 将她吞没 朱莉知道自己无法继续 在这座满是回忆的房子里生活下去 于是 她做出一个大奶的决定 她拜托律师 安排好从前的管家和佣人 将房子和一切家产卖掉 嘱咐她 照顾好自己在养老院的母亲 随后 她又一次喊来的奥利福 朱莉知道 她默默暗恋自己许久 两人在冰冷的雨夜里 尽情缠绵 她也在最后的欲望中 发泄着心中的愤闷 第二天 留下上在温床中的奥利福 她转身离去 搬到一个无人认识的街区 开始了新的生活 她告诉中介 她不在乎房子 简陋也好 宽敞也罢 她只需要一间 没有小孩的屋子 很快 她带着一盏蓝色的玻璃灯 搬了进来 那是她从家里 带来的唯一一件物品 尽管她下定决心 要抛弃过去 但却又无法与从前彻底割舍 脆弱的玻璃灯 响着着她痛苦的记忆 她每每想要触碰 却又将手收回 煎熬中 她只能寄希望于新的生活 企图找到些许平静 但插曲不断发生 一天夜里 楼下传来嘈杂的打斗声 她起身查看 却被一阵调皮的风锁在门外 于是 她干脆坐在台阶上 用发呆来打发漫漫长夜 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小小的楼层里 竟上演的一桩香艳的闺房之事 夜半时分 一名男子偷偷潜入的隔壁年轻女人的家 第二天 一名邻居敲门 希望她能签署一个联名文件 他们要赶走 楼下那个年轻女人 她是一名妓女 朱莉想起 那天半夜看到的一幕 但她并不在意 也根本不想卷入周遭的一切 于是她拒绝了邻居 周末 她坐在广场上晒太阳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勾搂着背 缓缓走过 费力地把一个瓶子 丢到垃圾箱里去 朱莉并未发现老者 此时的她 正闭着眼睛 徜徉在自己的世界 她妄图切断与周围的一切联系 将自我封闭起来 但事与愿违 各种人 各种事 不断找上门来 一名少年约她见面 声称 自己是当初车祸的目击者 她将一个 带有十字架的项链 交给了朱莉 说是在车子旁捡到的 朱莉想起 这是丈夫每天待在胸前的 死前的最后一个 她还在给自己 讲一个憋脚的笑话 她带着笑意 回忆着一切 仿佛昨日就在眼前 但随后 便将项链还给男孩 转身离去 夜晚 朱莉徜徉徨在蓝色的泳池里 或许是白天的见面 扰乱了她的心绪 丈夫那段著名的乐曲 又一次在她的脑海中回荡着 蓝色的往昔 汹涌而来 无声地消融在水中 她又一次被痛苦吞噬 任凭一切 坠入无尽的黑暗 几天后 楼下的年轻女人登门拜访 朱莉的无心之举 使她留了下来 她来感谢朱莉 两人就此相识 原来她叫露斯 就在附近的夜场工作 这一天 朱莉像往常一样 在咖啡馆里 浑浑噩噩的消磨时光 一个男人忽然出现 坐在了她的对面 正是一夜缠绵后 被朱莉抛弃的奥利福 几个月来 她不停地寻找朱莉 终于在一个 碰巧见过朱莉的熟人娜 得知了她的消息 于是她立刻赶了过来 尽管她热烈地诉说着 对朱莉的担心与思念 但朱莉仍旧不为所动 又一次拒绝了 奥利福的爱意后 她独自返回家中 但眼前的一幕 却将她伪装已久的 冷漠外壳彻底击碎 一群老鼠 在她屋里安了家 还生下一堆 支挖乱叫的小老鼠 尽管此刻 她最不想见到的是 崭新的生命 但看着眼前 这些粉嫩稚气的幼崽 她还是生出一丝 侧影之心 不忍再下杀手 于是她找到中介 希望她帮忙 介绍新的住处 还是一样的条件 大厦里没有孩子即可 可是中介告诉她 合适的房子暂时没有 一时之间 她竟不知如何处理 几天后 她来到养老院探望母亲 母亲患了轻度的阿兹海默症 总是把朱莉认成自己的妹妹 尽管知道 这是母亲的无心之师 但焦躁的朱莉 却一遍一遍地纠正着 或许是寂寞太久的 这个生命已然走到 暮年的老人 总是被电视里探险的画面 深深地吸引着 精神无法集中的她 对于朱莉的问题 答非所问 但朱莉 还是自顾自地 倾吐着所有的苦难 表达着 她对残酷命运 深深地憎恨 在她看来 丢掉记忆 什么也不曾拥有 才是最好的 当一个人 抛弃友情 抛弃爱情 抛弃一切 那无偿的命运 便永远也无法将她打败 因为她早已没有可以失去的东西 渐渐地 她的眼神变得冰冷 回忆起小时候不怕老鼠的自己 她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回去后 她借来的中介的猫 将它放进了屋里 她以为自己的心 已经魔力的坚硬又冰冷 足够直面这残忍的一幕 但最终 她还是在愈发强烈的煎熬中 溃不成军 逃离般地 她转身挑进了蓝色的泳池中 近乎拼命地向前游着 企图忘记周遭的一切 好在当初 她的善举有了回报 路过的露丝 看出她的崩溃 在露丝的怀抱中 她得到了片刻的慰解 但很快 一群游泳队的孩子 毫无防备地出现 使她在一瞬间慌了神 音乐响起 蓝色的往昔再次涌现 她慢慢矮下身子 在水中越缩越小 心里那个关于孩子的洞 却越来越大 夜晚 阑珊的灯火点亮的千家万户 朱莉在黑暗中 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 本以为剩下的日子 自己都将沉浸在 无牙的痛苦中 但这通电话 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打来电话的正是露丝 她给了朱莉一个地址 声称需要她的帮忙 希望她尽快赶到 本想拒绝 但电话那头的露丝 不断请求着 最终 她还是赶了过去 随后 露丝将一台电视指给她看 上面正循环播放着 她丈夫的纪录片 奥利福表示 她将续写 欧洲联合节奏曲 随后 她向大家介绍着 关于这首乐曲的种种过往 并将资料夹里的照片 一一展示出来 她的照片 也赫然呈现在众人面前 突然 一张张熟悉的面庞里 出现了一张陌生的女人的脸 她和丈夫 轻拟地靠在一起 似乎关系匪浅 第二天 她带着满腹的疑虑 找到奥利福 向她打钉着照片上的女孩 奥利福没有隐瞒 将一切合盘托出 女孩住在蒙巴拿斯 是一名律师助手 她跟朱莉丈夫相识于法院 两人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 当赤裸裸的真相 袒露在她眼前 朱莉忽然觉得 生活远比她想得残忍 音乐与黑暗再度降临 清醒过后 朱莉忽然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要去见一见这个女孩 来到法院后 她四处寻找 竟不小心闯入一个庭审现场 几经拨着后 她终于见到了要见的人 或许是因为女儿独特的第六感 没有太多的言语 两人已经明了对方的身份 简单的交谈过后 朱莉注意到女孩 微微隆起的肚子 女孩轻轻抱怨着 其实她并不想要孩子 或许 真的是天衣弄人 朱莉舍不得自己的女儿 却还是在车祸中失去的她 前妇并不想要孩子 却无意中成为了母亲 命运 总是如此无情 又如此公允 女孩询问朱莉 是否还想知道更多的细节 朱莉摇了摇头 女孩不解 那你为什么敢来 想知道她爱不爱我吗 朱莉呆呆地望着 女孩胸前那条挂着十字架的项链 摇了摇头 答案已然明了 又何须再问 原来她曾经无比崇尚的爱情 不过是一场丑陋的骗局 夜晚 朱莉最后一次跳入蓝色的水中 只是 脑中的音乐没有再响起 黑暗也悄然过去 随后 她决定和奥利福一起 续写丈夫剩下的乐章 之前 她一直采取抗拒的态度 不允许任何人碰出丈夫的作品 但如今 情妇的出现 使她明白 原来丈夫最爱的人 并不是自己 短暂的痛苦之后 她如释重福 开始重新审视自我 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于她而言 乐谱不再是旧世界的中章 而是新世界的序曲 随后 她也做出一个 令很多人费解的决定 她邀请情妇来到家中 将丈夫的信使 连同眼前的别墅 一起赠予她 如果说 此前她急于卖掉别墅 只是逃离过去的一种手段 而如今 她慷慨赠予的背后 则是放下过往 不再纠缠的洒脱 几天后 她再次来看望母亲 母亲依旧痴迷地盯着电视 看着一个坚定的勇者 在高空钢丝上缓缓前行 这次 她没有再打扰 住足良久后 转身离开 在黑夜中大步前行 她想起管家告诉她的话 奇怪的奥利福 将那屋里的床垫买了回去 至今 都睡在上面 她哑然失笑 却又内心欢喜 鼓起勇气 她敲开了奥利福家的门 迈入一个新的世界 一夜缠绵后 朱利坐在一片黑暗中望着远方 摇曳的蓝色光影 蒙蒙隆隆地照在她的脸上 当一切悲伤 尘埃落定 她那颗压抑许久的眼泪 终于落下 影片开始 朱利沉浸在 突如其来的变故中 无法自拔 她选择封闭自我 画地为牢 对于周遭的一切 她极尽冷漠 即使面对年败的母亲 她也没有丝毫地温存 记忆一次次浮现 她一次次沉溺在痛苦的 蓝色过往中 无法释怀 只能带着幸存者的内疚 拼命苛责自我 用手在粗略的墙上 用力划过 指着鲜血淋漓 她的内心 才能获得片刻的宁静 但情妇的出现 像一根尖锐的刺 扎进她麻木已久的神经 她对于丈夫 对于爱情的信仰 在一瞬间崩塌 煎熬过后 她恍然大悟 原来她的婚姻 是一席华美的袍子 内里却爬满了狮子 那一瞬间 她终于放下一切 从封闭已久的牢笼中 挣脱出来 回归这个鲜活的世界 学着接纳新的友情 爱情 乃至生命 或许很多人 无法理解朱莉 对情妇的宽容 但或许 她留下的不只是一栋房子 还有过去那段惨痛 又黯淡的人生 从前 蓝色是深沉 是忧郁 是浓到化不开的 哀伤的雾 但现在 蓝色是平静 是澄澈 是抵挡过往后 自由飘荡的风 好的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期 再见 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